最新消息带你关心 传出美国将会重击中国面板业 其中国防用的LCD面板将会首当其冲 而市场也看好彩晶等等台场将会受贿 中国近年来成为全球面板大国 特别是在LCD液晶显示器中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美国新波对中打击 中国LCD有没有可能因此受挫 IDC研究副总监徐美文认为 要完全禁用中国面板其实不太容易 其实大陆的LCD面板占全球在三个主要应用领域 Monitor 电视 还有笔记型电脑面板这边 占大概六成左右的 所以你说要禁用其实有困难 不光是产能高 中国面板还能主导价格 但针对国防用的LCD台场倒是优势大 Omdia显示部门资深研究总监 谢秦毅就表示 台湾的面板双虎以及中国的京东方和天马维电子 是国防供应链的四大厂 要是美方确定打击中国的LCD台场将有望吃到转单红利 其中彩晶可能会是台面上低波受惠台场 因为我们台湾厂商包括友达群创 Handstar在这一块领域 友达群创在大尺寸领域耕耘很久 那群创比较偏向中小尺寸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可能美国的关注会比较多 那台湾的厂商 但如果大陆的厂商被禁用 台湾厂商在这一块就有机会可以大幅成长 LCD一般用在战车战斗机 以及吉普车等国防领域上 操作无人机的荧幕也派的上用场 至于台厂是否会在这波美中角力下 受惠以及将替营收获利益助多少 将需要实际的订单数字 杰林韩谢龙这台北仓报导